我觉得首先因为昨天混双比赛也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调整自己的情绪跟心情嘛 因为后面还有两项比赛在等着自己 然后其实今天包括从困难准备方面 我觉得也是做得不错 然后一上来的这种发挥啊包括感觉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比赛打得都不错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你阿姨能够赛前陪我们训练吧 然后我觉得对当然今天也是我们俩的单打比赛 所以说其实我们俩面对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虽然上来可能比分自己可能领先多一些 但我觉得其实在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两人都非常专注 如果其实我能够在奥运赛场上跟他去比赛 其实我感觉还是非常开心吧 因为能够向他去学习到很多东西 而且其实他在比赛中面对落后 其实他也在一直想办法或者说他在努力的寻求变化去追上来比赛 我觉得其实他出道或者说甚至一直到现在打了这么多年的国际比赛 甚至已经就是我感觉在面对比赛的经验 还有他的临场的应变 我觉得已经算是世界上最强的最强的了 第一项混算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现在要重新发动去拼第二项 或者说现在开始已经慢慢进入到16强 我觉得现在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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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